我们知道香港本来是亚太的金融中心 它是整个亚太最好的一个募资中心 可是现在受到了美国的一个抵制 现在很多的外商慢慢离去了 那现在香港干嘛 香港现在想办法 所以我们能够争取一些中东的资金 中东资金那么大 我可以让香港整个活路过来 可是现在美国警告了 它警告这些中东国家 它警告什么呢 它说香港现在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洗钱中心 如果中东你这些钱要进到香港 你要小心你的安全性 有这么严重吗 对 美国提出警告是因为 没有好公司上市 你就没有好资金会进来嘛 没有好的投资标的 大家都不愿意投资它 所以当好公司都不愿意去香港挂牌了 香港其实资金流量是越来越少 甚至市值一度被印度这些国家超越 虽然现在又涨回来 可是香港还是碰到一个问题 没有好的国际公司愿意去投资 愿意去挂牌嘛 所以钱就越来越流失 结果香港现在跑去中东去募资说 你们来我们香港挂牌 或来香港上市来投资 结果这些国家都被美国警告 你看看最近香港做了什么事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香港已经变成了什么 结果香港现在变成了什么 变成犯罪集团的洗钱周期 而且写下记录 是台币500多亿 而且是洗黑钱 洗国际犯罪组织的黑钱 变成当一天的交易量期 4800万港币 你是国际金融中心吗 你怎么在替犯罪集团在洗黑钱 虽然是香港自己抓了 那天就将近两亿台币 变成是犯罪集团 不好意思说 有时候可能是毒品 或一些交易 这些交易集团的洗钱的中心 接下来他要被查出来说 最近几年他变成什么 俄罗斯黄金的交易中心 因为俄罗斯其实被制裁之后 很多金融部分交易 也都跑到阿联 结果现在香港的交易 交易黄金 其实是整个俄罗斯黄金 最多的地方 他等于变成什么 俄罗斯的募款中心 甚至你还有俄罗斯的公司 透过香港来买卖军火 或者是相关的资讯设备 所以就被查出来 你现在变成是 怎么香港变成俄罗斯的 黄金交易中心 甚至有些新加坡跟瑞士 不愿意去从事一些中东国家 像吉尔什 吉斯 哈萨克 这些被美国惩罚国家的 资金交易 现在都被查出来 也在香港 美国的智库就被查出来 发现香港你现在怎么都变成 这些资金交易的地方 美国就警告这些中东的资金 你现在跑去香港 你到底它变成是什么样的地方 它可能是一个变成一个罪恶的 或者是它其实连结度 已经出现问题 其实国际上最怕的是 你到底在替哪些人工作 结果你现在替的是俄罗斯工作 替一些犯罪集团工作 你甚至资金交易的 都是新加坡不愿意做的 瑞士不愿意做的 才会跑到香港 那你还是交易中心吗 其实你不是 你变成是中国替俄罗斯这些国家 募资甚至洗钱 或者是让他们能够买卖到 被美国限制 没有办法买卖的东西 所以俄罗斯其实是拿黄金去 去买卖一些什么 一些机器设备 或者是军火相关的东西 其实都是香港 无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 他做的事 如果是个人 卖的事 有些人 保护的事 中文字幕——YK